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隨著科技的發展 金融科技的需求日益增加 究竟傳統銀行和虛擬銀行有何分別? 今集的嘉賓Sammy和Ted 將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金融科技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 金融局在2017年的 香港銀行交鋒會提取一系列的措施 推動香港發展智慧銀行 當中虛擬銀行是擔任了很重要的一環 歡迎你Ted Thank you Sammy Ted 你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虛擬銀行其實是甚麼概念? 虛擬銀行和傳統銀行 其實都是提供零售銀行的服務 不過虛擬銀行主要只能透過手機 或電腦以互聯網形式提供這個服務 而是完全沒有實體分行 虛擬銀行和傳統銀行的分別 是否只有這麼簡單? 其實分別都很大 因為我們會從幾個範疇去看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虛擬銀行其實會以一個完全不同的思維 作為一個開端 而在設計產品和服務方面 其實是會用客戶為中心去設計 很多時候是在不同的場景下 我們都會看看如何提供到更好的客戶體驗 和傳統銀行的分別就是 傳統銀行可能會產品化更多 也可能就算傳統銀行有網上的銀行 不過其實都會只是一個channel或者渠道 而不是一個完全虛擬銀行提供到的體驗 而這是第一個分別 第二個分別就是 虛擬銀行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start flash start flash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由頭去建立一個銀行系統 而這個系統你可以用今時今日最先進 最好的科技去建立這個銀行系統 相比銀行來說 銀行其實因為大部份的系統 其實都已經是很多年 也有很多不同的legacy problem 所以你要在上面建立任何一個feature 其實都相當困難 除了一個系統是新的 我們說構建出來 不是說要一層一層建起來的話 那麼安全性其實跟傳統銀行 會不會有很大的分別呢 我覺得安全性方面來說 甚至乎是比傳統銀行 可能是更加有一個更好的安全性 因為我想第一就是 你可以利用到現在最新的科技 去令到你的安全性是更加提高 第一 第二就是在監管上面 其實監管的手席上面是沒有分別的 在一個系統安全性上面 所以我們跟傳統銀行 都是要復服一般銀行要做的安全性 所以傳統銀行和虛擬銀行來說 其實在一個安全性上面 只會是更加提高 可能是比傳統銀行安全性會低 剛才你說過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 但是我聽到坊間企銀行都說 虛擬銀行最大的一個競爭優勢 也是客戶的體驗 客戶體驗 客戶體驗 你覺得作為虛擬銀行 有什麼優勢 科技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相信其實去成立一個虛擬銀行 不是將現有的產品 擺放在一個網上平台那麼簡單 而我們相信的是 重新去定義一個銀行的體驗 什麼為之重新定義一個銀行的體驗 其實我們會根據一個 我們相信的 叫做三個英文字母I的信念 這三個I代表什麼 第一個I就是 即刻 即刻 在現在的客戶來講 客戶的要求是每一件事都要即刻 他不會想等 不會想有任何的時間 花在一個等待的時間裡面 很多時候譬如我們說 開戶口 account opening 去到信用卡的批核 其實都應該要做到一個即時的效果 這才是一個好的體驗 第二樣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Intelligent 在坊間經常都會去 有很多不同的research 去看看究竟銀行 是不是Intelligent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銀行其實不是很Intelligent 但是如果你利用到AI 利用到數據分析 利用到很多不同的科技 其實你可以是令到你更加了解客戶 多於客戶自己本身了解自己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提供到最好的產品給他 然後令到他覺得 你有一個很貼心 很好的提議 很好的服務 這個是第二個I 第三個I也是一個很重要的I 就是Interactive 互動 銀行在以往的世界來講 其實都很單向 如果你看回那件事 可能你有需要你才會找到銀行 銀行很少會主動找你 除了他打電話給你 只是叫你推銷產品給你 但是銀行其實可以做到好互動 如果銀行變成一個assistant的角色 他可能提你一些你需要了解的東西 譬如你信用卡 你可能是還最低還款額 他提醒你這樣是一個不好的 他可能會提醒你 譬如轉了一個消費分期 令到你可以省到不同的息 這個是可以很互動的 其實甚至乎銀行應該是 久不久跟你 告訴你你需要些什麼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完全不同的銀行體驗 而這個東西 亦可以重新定義了 究竟銀行是一個什麼角色 以及給到客戶的一個什麼感覺 今天很感謝Ted 你和他分享這麼多 虛擬銀行發展的心得 多謝Sammy 今天很開心跟你聊天 多謝你 多謝